中国当地时间6月12日零时12分 贵阳当地警方称 贵阳金开区西江路口 有人在卸载甲酸甲脂时晕倒 经过核实后 确认一辆湖北牌照车辆 在贵阳市金开区风暴云村 三强新兴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卸载甲酸甲脂时发生泄露 经确认8人死亡 3人受伤 以下是当地村民的反馈 昨天晚上就说啥 但是我们家已经有10口人 现在已经是不炸药了 因为这个事情化学品泄露 不幸运难的嘛 对 就在青年的一个坝里面 露天吧 那天气味就赶紧跑了 反正难为生土 昨天晚上就吃你了 早上都生土